高雄市警方破獲老年偷竊集團 兩個分別57歲跟64歲的男子 專門偷觀光區停車場 偷遊客車子裡面的財務信用卡 到賣場盜刷 變現換現金 一共變賣了40幾萬 今天實際畫面中 兩名男子走向賣場櫃台 拖著被走路 看起來已經有點年紀 把信用卡交給店員結帳 他們就是老人竊到集團 信用卡也是偷來盜刷的 他們兩人共同租車 前往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這個地方 然後選擇風景區 以及附近有大賣場的停車場 尋找作外目標 一連好幾個賣場 都有兩名竊賊的身影 迅速鎖定購買目標 趕緊買單離開 避免盜刷被發現 警方調查這兩名老竊賊 專挑南台灣觀光區 像台南 高雄各景點 還有屏東大棚灣的停車場 都是經常在案的地點 偷取遊客 車內財務跟信用卡 在盜刷高單價 單眼相機 銷鎖轉賣 這包你騎車問的 這兩批就行了 警方巡邪逮捕 在竊賊家中搜出皮包 現金 還有一堆撬開汽車的竊盜工具 兩名老竊賊合夥犯案 總共14起就盜刷超過40幾萬 如果說有信用卡呢 他們會立即到這個大賣場來盜刷 有證據的14件 他們就都有坦承 總共犯罪所得金額大概40幾萬左右 逮捕的兩名竊賊 本來就有多想竊到前科 年紀不小 甚至駝背 行動不方便 還照偷不悟 尤其專挑觀光客下手 實在可惡 藉由王家欣 社群小組 高雄報導